大家好 三點半 歡迎收看股市聖守 我是范益華 今天加權指數 明明強強之後面小漲的一點 算是一個好彩頭 因為今天畢竟是SOHO 但來看到K線的部分 已經是持續有點停滯下來了 8600點站上之後 現在大盤要怎麼來看呢 而另外1月份已經是正式的開啟了 今天是第一個交易日 在元月份的行情要怎麼來掌握呢 今天節目上趕快邀請到的是 永春國際投顧鄭其霜的資深分析師 口祥詞 邰老師你好 一花好 大家好 邰老師今天這個小漲一點是怎麼樣 長什麼意思 長好彩頭而已 對 其實漲一點的話 這很好 不要漲個五六十點 中長紅的話 反而對台北股市未來的一個行情 反而可能進入倒數 那現在目前你看小漲一點 你看漲停板的家屬就這麼多嘛 所以說指數只要小紅小黑 我覺得呢就是個股表現 讓他該有波段的 就持續他的一個波段 我認為這是對台北股市 相關的投資朋友是最好的一種結果 1月2號2014年台北股市 第一個交易日上漲了一點 可是呢個股絕對都有他的一個表態 我想投資朋友在這個地方 就是要好好的選擇好的個股 做一個波段的規劃 那麼在跟各位談標的股以外呢 我們先針對大盤來看一下好了 1月磨台 就是外資相關的避險的動作 在磨台的場內呢 到目前為之1月的避險水位 創下歷史新高 那當然就是說在創下歷史新高的話呢 這種情況他代表的意義就是說 在1月份加全指數整體的一個走勢上面 他的震盪會比過去要來的劇烈 投資朋友們要記住這句話 震盪絕對更劇烈 那也就是說在這種劇烈震盪的情況之下 我們在選擇個股的標的上 就要特別的小心了 不僅如此 你針對你希望選擇看好的標的 你也要留意選擇他的謹慎選擇他的買賣點 我想這個部分 我是一定要先給投資朋友們帶到 雖然我恐強值帶投資朋友們是做多 但是不代表就是說是這些個股 他在1月份不會碰到劇烈的震盪 這些個股如果碰到劇烈的震盪 反而如果是好的標的 是恐強值看好的標的 這些個股反而又成為台北股市 投資朋友們再一次 進場買進的一個絕佳機會 這是對大盤還有相關的一些內容 先跟各位做一個討論 在進入台北股市 今天介紹個股之前 我想先給全國投資朋友們看 相關的美股有三檔個股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一個走勢圖 K線圖了 第一檔是美股的Google Google這一檔個股創新高 這個部分創新高 第二檔個股 Oracle Database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前天是上漲0.71% 他也是創新高 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再來Checkpoint這一檔個股是安全軟體的 上漲0.37%也是在創新高 我要跟各位談就是說 像談到的這三檔個股 其實基本上都是一個海量資料的一個相關的受惠 都是跟海量資料有關 那也就是說在海量資料這樣子的一個族群來看的話呢 他的一個長線波段的一個趨勢並沒有改變 並沒有改變 一直都持續的 所以說這些個股 你說你已經看到或許台北股市相關的這些海量資料 受惠股 他已經有在漲了 可是在漲的過程裡面 你看到他因為漲過了以後 你不大敢進場 結果呢 你還是錯失他相關的一些佈局的機會 譬如說我要怎麼講 各位看 我想我跟各位介紹的股票都是持續在講 沒有突然的啦 三六九三的銀邦 各位 這一天是什麼時候 十二月二十七號喔 我跟各位談 你從上櫃一二七攻上去一六零是你的一次機會 攻上去到一八四一七零附近 又是各位的集會 他還破過一七零 可是當你看到這些個股 我記得前天我在跟各位談 你看到三六九三的銀邦這樣子的K線 你根本買不下去嗎 買不下去啊 但是我告訴各位 你要買 我記得非常清楚喔 當然就是說像這樣子的個股來講的話 我說你記得你要買 原因是什麼 它的產業是什麼 它的產業海量資料 我跟各位談到就說 我們全台灣相關的高科技公司跟海量資料 像銀邦他所做的什麼 他做的是server這個部分 不僅還有所謂的機框 還要再包含所謂的儲存系統 再加上所謂系統平台 他基本上是給相關資料中心擴展的這些相關的公司 給他們的是一個turnkey的一個project 他本身具有計畫整合的能力 到目前為止台灣 三六九三的銀邦是唯一的一家 我要跟各位談的這個觀念 我要跟各位談的是 他站在趨勢隊的地方 我一直不斷的強調就是說 我們在選股上面領先產業趨勢 把握各股第一手資訊 那各股第一手資訊 我在上禮拜就是說前天以前 我也跟各位談過了 十二月營收有機會挑戰歷史新高 整個第四季的營收必然會創歷史新高 明年第一季的營收會淡季不淡 三六九三的銀包 我都跟各位談過了 所以說領先產業趨勢 海量資料turnkey project 他的客戶Google 張斌地區 不僅如此你可以看到他整體的一個 這個研發能力的一個競爭力 第二個各股的第一手資訊 營收也跟各位談過了 第三你就要把握他的一個 簽入買點 一六零來不及 一七零要把握 一七零來不及 但你眼睜睜睜睜看著他怎麼樣 一九四點五怎麼辦 一九四點五 一九四點五漲停了 對不對 這時候你會想孔老師 你講的真的對 三六九三的銀包 在過去這個K線沒有人敢買 認為這個地方有可能是做頭 做頭的話 看到一二七公到一八四 已經夠了 這個地方可能隨時有壓回來 就等著壓回來買 我說這個地方 如果有壓回是最好的買點 沒有壓回也很正常 他隨時都要噴上去 那今天就是漲停 一九四點五 各位看一下 是不是才創新高 是不是這兩個都是很好的買點 這是解答吧 那你今天選擇個股的話 就是說是 我也跟各位談到 銀方的他這一塊地方 海量資料的一個架構應用圖 是在哪裡 在Server這邊 在儲存系統這邊 這系統平台這個地方 他是做turnkey project 就是一個系統整合的一個觀念 這是他的一個know how 這是他的一個advantage 這是他的優勢吧 所以說三六九三的銀幫 你也可以看到整體上面 他也不付就是說是孔祥詞 在這個地方的建議 也就是說你這一段時間 其實我介紹銀幫 已經是持續不斷地在跟各位做介紹 為什麼我要跟各位介紹 他或許不是我介紹之後的第二天 連續三更 但是他至少我介紹之後 來到今天的漲停板 194.5再創新高的情況之下 只要你看我的節目 任何投資朋友們 你買任何的銀幫 今天都是獲利 那我就很高興 因為我始終相信 趨勢中將造就股價 這個部分我一直沒有改變 我對台北股市的一個相關個股的看法 那你說三六九三的銀幫 194.5億華剛那又怎麼辦 對啊漲停板了 那我講過了嘛 一月份整體上面 台北股市的震盪劇會加劇 加劇的話 銀幫他也不可能是天天漲停 他一定有震盪的過程 在過高震盪的一個壓回 只要有量縮的時候 就是你切入的買點 我再重複一遍 我看好銀幫到目前為止 完全沒有改變 我認為他持續要挑戰新高 可是這一檔個股 在目前來講 你不敢進場的情況之下 沒有關係 就等待這一檔個股在壓回量縮的時候 你就開始佈局他的嵌入買點 看法就是這麼簡單 我一直也沒有改變 這是三六九三的銀幫 第二檔個股 也是跟各位談海量資料的相關個股 五二七四的信華 各位看到了嗎 今天差一點漲停 高點來到二零二 平歷史新高 我什麼地方跟各位介紹的 在這個地方 一五四的警線 在這一根突破的時候 都是第一個最漂亮的買點 這一天 其實我還都可以拿出證據給各位看 是不是這一天 十一月十四號 你說十一月十四號到現在不到兩個月 一個半月而已啊 這一天的一五四 最漂亮的買點 突破警線 如果你來不及 五二七四的信華 給各位一個多麼好的機會 各位看一下 突破警線還回撤喔 剛好回撤你看 突破再回撤 剛好到一五四 你這個地方沒有來得及 這個地方又是你的機會 偏偏又回撤到一五四 一點都不差 來到一五四 各位 二零了 對 那你你你你 信華你看都已經來歷史高點了 我們現在應該買基期低的啊 我告訴各位 有些個股基期低 低到這些股價都已經快沒有了 不會漲了 不會漲了 我我我始終要跟各位談 如果這些基期低的個股 他擁有所謂的轉機的話 那沒有問題 那就進去買就對了 可是問題你要確定 他是不是真的有轉機 這個你就要 必須要有個股的第一手資訊 你要有個股的第一手資訊 好 現在就回頭來看 我恐嚮詞選股的條件是什麼 領先產業趨勢 第一個他產業趨勢向上 那很多這些股價基期低的個股 他的產業趨勢不對啊 對不對 他就已經第一個選擇就不對了嘛 你領先產業趨勢 你就沒有領先產業趨勢 那怎麼選下去呢 那第二個 你要有個股的第一手資訊嘛 就如同我剛剛跟各位談的 3693的銀包 我說12月份的營收有機會創立時新高 第四季的營收必然創立時新高 明年第一季的營收 淡季不淡 那同樣的我跟各位談到 5274的信華 唯一跟intel 幫鬥他新的一個所謂的平台 未來出貨 這個部分就所謂的server 因為未來整體資料中心裡面相關 你一定要在耗電的部分 你一定要省電 你一定要省很多的電 否則的話資料中心 我這樣一直擴建的話 我server也多 我儲存系統也多 我監督平台也多 怎麼搞啊 怎麼辦 所以說我今天我所擁有的intel 新的晶片平台 在今年差不多接近上半年會出來 那他幫鬥的就是5274的信華 伺服器遠端管理IC 這個已經跟各位談過 他就跟intel幫鬥在一起 那你也可以想到 我跟聯發科幫鬥在一起 相關的個股也是利多 對啊 過去你也看到了 像什麼3152的景德 3006的金豪科 這都是跟2454聯發科 幫鬥在一起 但是我今天跟各位談的 不是這一塊 我跟各位談的是信華跟intel 幫鬥在一塊的情況 那今天你回頭看 我所看好的海量資料 不要講多遠的 就是前天的 我說你不要因為3693的銀幫 現在這個位置你不敢買 他高還有更高 5274的信華 你也不要怕不敢買 在前天在這個地方 結果今天 憑歷史新高來到202 你看 是不是印證了一句話 突破回撤 154202 是不是印證了孔祥詞 永遠不變的一句話 是不是趨勢中將造就股價 這是什麼 海量的 也是海量的 海量的哪一個部分呢 是不是也跟各位談過了 伺服器遠端管理IC 上面都寫過 當時就跟各位談過了 這個小箭頭這邊 當時是什麼時候 我想這一段時間 經過時間的累積之後 你是不是成為一個更有錢的人 請你告訴我 2014年今天是不是贏在起跑點 贏在起跑點 因為前天 12月31號 我還在講這兩檔股票啊 可以回去看前面孔祥詞的節目 那都沒有問題 你想辦法看到我12月31號的節目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叫什麼 這就叫贏在2014年的起跑點 我一直不斷的強調 你要能夠在今年財富倍增 你要怎麼倍增 玩短線 可以啊 如果你玩短線 真的可以讓你財富倍增 go ahead 絕對去做它 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說 真正玩短線 能夠真正的累積到 財富倍增的投資朋友們 我可以跟各位 來談到就是 少之又少 少之又少 滾石不生胎 短線不聚財 這一直跟各位強調的一個觀念嘛 好 我們繼續下去 我想一華你都非常清楚 海量資料完了 我當然就是 要跟各位談穿戴嘛 CES展 CES展 現在開始會有越多 越來越多的人談它 那這個我也搞 早就跟各位談過了 你任何一個穿戴 你少不了微機電的感測器 你少不了無線網路晶片 這所謂的藍牙晶片嘛 這個好久以前跟各位談 就好像那個海量資料 結構應用圖 跟各位談 已經很久了 就是要給各位一個圖像 讓你在腦袋裡面的印象 非常的深刻 那你說 藍牙晶片這個部分 你看相關這些個股 是不是走得非常的兇 已經非常的兇 你看5261的創結 是不是創新高 K線上面 今天我沒有帶他的K線 我們可以請導播 5261的創結是不是創新高 是嘛 藍牙嘛 對不對 那我一直不斷的跟各位談 每天在追蹤的是 5272的深刻 今天又創新高來到53塊 對不對 也跟各位談 哎呦 在這個地方怎麼買呢 你不買 今天再創新高53塊 各位你看喔 在這個位置的平台 是不是掌握 領先產業趨勢 掌握各5的第一手資訊 你的切入買點 這都有證據的 從三字頭 四字頭 標到五字頭 所以說深刻今天 你說台北股市上漲了一點 銀幫漲停 對不對 信華平歷史新高 大漲 5272的深刻 再創波段新高 漲一點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這真的就是非常好用 這是穿戴裝置 那另外我也跟各位談 這五檔股票我都沒有變 這個海量的就是什麼 就是銀幫跟信華 穿戴的就是深刻 文創呢 希薄啊 這是上個禮拜 就前天的嘛 我說 留意量說再度起功啊 對不對 來不及來不及 沒關係 今天繼續往上 繼續往上 我要跟各位談喔 你說希薄好在哪裡 好在他未來的EPS獲利 會持續不斷的往上走 像這樣子的個股 只要十二月份的營收 一月份的營收 第一季的營收 每一段財報要公佈之前 他都會走高 你要不 你不要這樣子的個股 你要用什麼樣的個股 還有什麼股票 待會兒都會跟各位談 今天 這五檔股票 也就是前天跟各位談了 我會持續不斷的跟各位談之外 今天還有一檔新的個股 我也不會蓋牌 我就會直接告訴各位 直接公開是不是 對在下個階段再跟各位報導 好 那我們要期待一下 今天的的確趨勢對了 股價就會持續的往上 不要再想說 什麼高檔啦 高檔還有更高檔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稍後再回到股市選手 泳城國際投顧 誠信專業用心的投資顧問 堅強的研究團隊 創造滿意的投資績效 咨詢專線 0225428999 0225428999 0225428999 對於我們這是創新的改變 即時互動緊密相連 不同的觀點 不同的觀點 全新的視野 三立 全球財經看見趨勢的力量 養生我知道 踢爆不健康偏方 教導正確養生知識 富裕向前衝 開啟創業法寶箱 發掘成功DNA 科技新聞線 第一手的CNC資訊 科技產業消息 更多精彩內容 請鎖定每周日 三立財經台 歡迎回到股市聖書 剛剛孔老師有說 在文創的部分 可以持續關注 那麼景氣復蘇這一塊 我們又該怎麼來看 景氣復蘇 也跟各位談了 在前天持續不斷的看好 也不只談了一天 8083的銳銀 我想這一檔個股 8083 各位你可以看到 當我跟各位談到 第一個起工點的時候 這個品牌85塊 一旦突破 他開始上工 公到98塊 是我也跟各位談 把握量縮債工的機會 對不對 這是到前天的位置 那我想 我持續看好了 在景氣復蘇的情況之下 全球景氣復蘇 這不是 單單的某一個國家景氣復蘇 你可以看到歐洲 你可以看到美國 你可以看到日本 你可以看到未來的中國大陸 不要跟我講 中國大陸PMI 12月份只有51 51還是站在榮枯點50之上 對啊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其實沒有懸念 各位 像這樣子的銳影像這樣子的 自動化倉儲 像這樣子的設備股 其實對未來景氣復蘇 它是最大的受惠股 我已經跟各位談過 這些個股 其實你看 這五檔個股 我沒有改變 這五檔個股 我沒有改變 我持續看好 看好 也就是說這五檔個股 我認為未來都有新高的機會 但是這些個股 你要把握 它壓回量縮的時候 介入它再度起功的買點 我一直不斷強調這個觀念 這個部分來講 我希望投資朋友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好好的把握 那今天我要跟各位談的就是說 譬如說我今天跟各位談 我會跟各位談股票 你等一下不要急 來我先在談股票之前 我先跟各位談這個 金馬 新的一年 今年是金馬 金馬開始奔騰 我要各位馬到成功 馬已經到了 今天是第二天了 昨天馬就開始來了 那農曆年還沒開始算 農曆年沒關係 我們就是 就今天開始 今天就開始算了 馬到成功了 金馬奔騰馬到成功 我希望你能夠掌握到 我不要講說是 2014年的標馬股 也不要跟各位談 我只要跟各位談 元月份的標馬股 就元月份 就元月的 馬上就看得到 就元月我們不要 因為很多波段獲利 一定是從短線獲利 慢慢累積上來的 是 所以說我們就 看元月份的行情 對元月份行情 那你說優先卡位 有什麼好處各位 優先卡位 2014年你會贏在起跑點 就如同我跟各位談的 銀幫有沒有贏在起跑點 如果說是你在前天 十二月三十一號 你有佈局 你有佈局五二七四的信華 你有佈局 這個三五四一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文創受惠的稀薄 你如果有佈局瑞影 八零八三的瑞影 這些個股其實 基本上今天你都是獲利的 臺北股市值小漲一點 那你今年要贏在起跑點 你要更要有財富倍增的雄心壯志 最好能夠在第一季就完成 但是我在第一季完成 我一月份一定要贏在起跑點 所以說一月份的選股 它的波段獲利 對你來講最重要 它是你這一年信心的開始 從谷底翻揚的開始 如果你過去操作個股不順的話 各位你看 什麼叫財富倍增 我拿我實際的例子 我讓你看看 什麼叫財富倍增 各位看 四九六五的商店 各位應該是熟悉的 對 一三八的起攻點 一六零 如果一三八你來不及一六零 甚至於一七七 各位 我都留著證據十一月十二號 我都留著證據一六零這個位置 一三八你來不及一六零 你要把握 當時四九六五商店街的第三方支付 十二月份的專法就要出來 各位看一下 從一三八一路攻過前高二一一點五 更過歷史高點二四五點五 一路攻到二七一點五 各位看到嗎 這中間有無數根漲停板 它漲了將近一倍 用多久的時間 各位看一下 十一月十二號 各位 到十二月份而已 差不多就是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說不要認為一個月的時間 它沒有辦法讓你能夠贏在起跑點 如果你選對標的 尤其是一月份 我說摩台場內外資的避險水位 創歷史高點 這個地方 它的震盪劇烈一定加劇 所以說在選股上面 你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甚至於你的買賣點要非常的留意 所以說你要贏在起跑點 你要選對標的 選對標的 那你要贏在起跑點 它就有財富倍增 你就二零一四年財富倍增的機會 所以說我要各位談的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擁有商店街 像這樣子的個股 你就應該要有金馬奔騰馬道成功 掌握標股的一個雄心壯志 譬如說我這麼講 好 開始來了 來囉 來囉 什麼呢 各位看到這張手板 有兩檔股票 一檔是利豐 一檔是淘地 這兩檔都是F開頭 都是所謂的新中國受惠股 各位 利豐是什麼 化妝品牌的 化妝品牌通路的 這一檔 是在新中國 在中國的嘛 淘地是什麼 二胎的嘛 二胎的受惠吧 也就所謂它是銅裝啊 鷹銅的 相關的一些產品啊 那我要跟各位談這兩檔 我不是說兩檔都要各位買 而是我給各位看看 這兩檔個股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利豐 他去年 去年賺 將近十塊了 九塊四啊 我們看淘地去年 也是賺將近十塊 九塊六 也就說淘地比利豐 賺得要多一點 可是股價現在什麼 股價利豐現在是多少 三百二十五 他在三百二十五塊喔 利豐 我跟各位談的淘地 這我看好的股票 淘地 他現在是多少 他現在還不到兩百三十五 他現在還不到兩百三十五 一個是三百二十五 一個是還不到兩百三十五 各位你看他差了將近一百塊 你現在的思考邏輯是什麼 你思考的邏輯是什麼 如果說今天A公司跟B公司 兩家公司去年賺的幾乎都一樣 為什麼股價可以差到一百塊 為什麼 兩家的股性也都是新中國的受惠股 一個是所謂的這個化妝品的一個 Chain Store在中國大陸那個地方 做出所謂的Sales的一個突破 而造成了他每股獲利將近十塊錢 來到九塊四 另外一檔個股 新中國所謂的二胎 就是說 未來整體的二胎的一個受惠 那他每股獲利在去年將近十塊 已經來到九塊六 那以這樣子這兩檔個股來講的話 去年都有將近十塊錢的EPS 為什麼兩檔股票一個是在325 一個才235塊不到 而且他們兩個差距差不多將近一百塊 如果你要選擇利豐的話 你為什麼沒有去思考到買淘地 而且中國大陸二胎化開始獨立二胎 今年才剛開始準備要放鬆 進入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剛剛要開始 剛剛要開始 所以說趁著就是說 淘地在震盪的過程裡面 投資朋友都要好好的把握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該如何面對的話 孔祥辭 我鎖定的個股 我特別開放十個名額 帶你優先卡位 好好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 讓你在今年能夠做財富倍增的機會 好 可以看到金馬 金馬標股已經選出來了 趕快來跟我們聯絡一下 今天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同一天再會 拜拜 今天擁� incomes 我們今天見到